你中秋節要上班,你可以去參加這個活動嗎? 可以耶 不知不覺一年又過了 去年的中秋節 那我想到了 我早過的一個病人 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麼樣 住在窗邊的志明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 他總是看著窗外 出院期間沒有家人的探視 婦女人員的使命感驅使我主動的關心他 於是揭開了這個故事 志明離婚沒有家人,住在工廠 中風的這一晚,外頭下著大雨 他向娃把娘求救 全因僱用了非法勞工而她退了 她就這樣躺在地上,浸泡在尿浴裡 不知道過了多久 被送進了醫院 她說 婦女人員不嫌棄地默默將她換上乾淨的衣物 就像黑暗中的天使 將她從絕望中拉起 現在的她 想把鼻尾管拔掉從嘴巴吃東西 這個胖嗎?又有誰可以幫助她呢? 我將她扶起坐在床上 白皙的稀飯裡混雜著絞肉、青菜還有蒸蛋 她驚訝地問了我,這要花多少錢 我笑著笑回答她說 不用了,這是我第一次做的稀飯 還要請你幫我嚐味道呢? 你吞得很好啊 你吞得很好啊 感謝你們 安心的便當 不會啦 你們真的是 天上跳下來的天使 不會啦,志明 感謝你們 不會啦 你這樣講我也好 我覺得都好難過 可是我看你吃 吞得那麼好 我真的很開心 好不好 這餐真的是我 有史 有史以來 最最 甜美的一餐 好 從此她每天努力地做復健 經過護理戰時 我們總是在大聲跟她加油 她回頭笑了笑 又繼續努力練習 復健科醫師也看在她的努力下 協助查出經理復健科病房 出院的這一天 她已經沒有鼻尾管了 她說 我現在可以自己吃飯了 但我永遠忘不了 那最甜美的遺產 我們應該的 出院之後啊 還是要努力做復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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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